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棒 这期视频来看一下大半分更新后的一些忍者调整情况 先来说九老麻宣伙命人 这个忍者的普攻第三段没有命中的话 就不会触发第四段的抓取效果 然后还有第二段的攻击范围有一定的减少 但实际感觉起来的话还可以 比较明显的就是不能控抓了 然后再说二级呢 二级呢基本上是全面削弱 包括前摇攻击范围以及无敌持续时间 还加了两秒的cd时间 他这二级呢攻击范围改动还是比较明显的 你看到对方冲过去可能还命中不了 二级呢滑动到普攻尾巴横扫的攻击的话 还是8秒的cd时间 而且你可以通过妖感略微控制一定的歪轴 而通过二级呢派生左侧磁技能 这个金刚体效果持续时间也减少了 就是你在后摇阶段的话无法顶住东西了 还有就是一级呢在空中释放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前摇 所以经过这次改动的话 九老麻宣伙命人的强度肯定会有一定的下降 感觉应该是可以出半位了吧 再来说一下这个永恒万化中佐助 他的四个技能都增加了一秒的cd时间 这个基本上不用多说了 雷盾状态上一技能这个前摇增加还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减少了攻击范围 而且二技能的话也减少了攻击范围 但是也降低了对方的降值时间 原来那个强化后的炎盾一技能吸附范围非常大 现在虽然没有那么离谱了 但范围的话还是不算小 另外这个吸附的话也无法吸附霸底 或者是无敌状态下的目标了 除此之外这个雷盾的切换剂攻击范围也有一定的减少 所以这个忍者基本上是从cd跟攻击范围做出了一些削弱 再来说一下这个忍战鹰 忍战鹰主要改动的地方是二技能 二技能可以在蓄力过程中点击普攻进行一个后跳取消 并且是重置到另外的cd时间 在用普攻取消的时候 你可以反向拉杆朝着前方后跳 然后这个二技能蓄力击飞以后还会有一个弹墙的效果 还有他的二技能霸体持续时间也延长了 也就是说你在攻击生效之前的话都是有霸体 原来你在持续攻击里面释放二技能 想要释放后半段攻击就会被打断 现在改动后就可以正常打出去了 再来说一下百战水门 这个忍战的一技能前摇和距离都有加强 这改动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面对一些脱手技能的时候 可以更好的躲避攻击 并且还能拿到先手 二技能改动主要是取消轮盘 把此技能换成了插标 你在插标的时候可以通过摇杆控制位置 二技能神速不动摇杆的话就会原地踢一脚 这样你就不需要闪回去强滑技能 直接在近身就能完成这个操作 虽然开局没有苦物了 但有三层冲的来弥补 这个百战水门的改动幅度还是可以的 本身的强度也不算低 现在的上限更高了 金明主要是二技能歪着位移小了 这个会影响到他的一些位移骑手 影响挺大的 而且充能时间从8秒加到了10秒 虽然长按滑产可以不消耗重能 但会有10秒的cd时间 你还是没办法跟短按连续释放 伤害和距离也削了不少 原来长按的伤害差不多是在65万 削弱后就是52万左右 另外还有大鱼螺旋丸和多重螺旋丸的cd削弱 从6秒变成了8秒 我觉得这么改的话 金明也基本上算是纯削弱了吧 虚拙走入改动比较明显的 大概是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双技能的cd时间 骨架加普攻会重置cd 二技能不放二段的话 也会重置cd 第二个就是骨架开启的时候 不会扫地 最后一个就是黑炎的伤害 原来每段的黑炎灼伤的话 是6000多 现在就变成了1000多了 百豪鹰的5秒樱花月 加到了8秒 前要的增加 让这个效果感觉有点不太流畅 而且减少了歪轴的位移距离和攻击范围 伤害方面的话 觉醒后的普攻原来一段两打 没打的话差不多是4万 现在变成了3万 不过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些5万的伤害 A技能在常态和觉醒下的伤害 差不多少了6万左右 鲜明的改动全都在先人模式上 开启的时候攻击范围小了 而且也不会立刻减少 替身和技能的cd时间 只是在先人模式下 双技能恢复速度略微快了一些 但替身恢复的速度并没有变化 至于OE 吸附的效果就没啥好处的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对比 之前的吸附范围确实有点离谱 现在身后吸附范围效果明显小了很多 鹰佐助主要是千鸟道的无地针 原来虽然也可以穿技能 但需要把控非常精准 而且很容易被打断 现在穿技能的概率就高了很多 估计会有不少人开始用鹰佐助了 最后还有几个通灵的改动 人归在原来增加防御的基础上 又多了50%的减伤效果 蛤蟆剑原来向上挥舞的时候 没有攻击判定 现在有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大版本更新的 一些人指平行调整分析 各位觉得哪个人指调整的比较成功呢 现在视频道理 我们下次见 拜拜